这个女人被饥饿的狼群包围 明明害怕吊死 但她并没有逃跑 反而挥舞手中火把 与野狼对峙 野狼们从未见过如此勇敢的人类 于是呼朋引伴 一头接一头的 从灌木丛里窜出来 很快便聚集成一大群 是要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撕成碎片 眼看面前的野狼越来越多 女人内心顿时绝望到了极点 可就算是这样 她也始终不愿后退到墙边 仍旧死死地站在原地 不让野狼们靠近篝火半步 就这样僵持了很久 一头野狼实在按捺不住饥饿 突然抱起 朝女人扑了拐 一把扑掉她手中的火把 慌乱中 女人不愿挥动匕首 恰好刺进野狼的身体 疼得野狼落魂而逃 领头的狼王看不下去 趁女人不备 直接冲上田团 扑倒 女人反应不及 匕首掉在旁边的沙地上 根本没办法扑到 狼王咬住她的裤头 疯狂向后撕授 想把女人拖进灌木桶吃里 女人拼命地大喊 挣扎 可在人气海中的荒野 根本不会以为来救人 绝望之际 她用力伸上手臂 抓住掉落的匕首 重重地捅进狼王的脖子 接着 又狠狠地搅动 把狼王当场格上 看到狼王战败 狼群们纷纷落荒而逃 直到野狼们全部消失在灌木里 惊吻未定的女人 这才放松下来 瘫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很快 她又心里一紧 看向身后昏迷不醒的丈夫 不知道 这样提心吊胆的生活 还要持续多久 未夺逼狼群报复 隔天一早 女人用木头做成担架 拖着受伤的丈夫 在峡谷中蹒跚 寻找离开的路 瘦弱的她 走得十分艰难 每走一步 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更糟的是 峡谷里高达40度的炎热气候 很快就让女人精疲力竭 她只觉得眼前一黑 再也支撑不住 瘫倒在地上 这时 丈夫突然苏醒 失血过多 加上缺水 使她产生了幻觉 竟然把沙子荡成水 伸手去捧 女人十分心疼 急忙从包里 拿出最后一块口香糖 塞进了丈夫嘴里 用来刺激口腔分泌唾液 缓解饥渴 可丈夫只是嚼了两下 就把口香糖吐到地上 极度缺水的她 无论吃任何东西 都无法产生一丝唾液 甚至会越发口渴 没有办法 女人只好再度起身 想要拉着丈夫继续前进 先去寻找水源 她握住担架 艰难地把丈夫抬起 可就在这时 单架就突然断练 女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看到她摔倒 丈夫十分揪心 她明白 自己现在等同于废人 女人如果继续带着自己 一定不可能躲过狼群追击 逃出大峡谷 于是 丈夫祈求女人抛下自己 独自去逃命 可相伴多年 女人又怎么可能会答应 她找了一个木棍 不断地在地上旋转 又用沙子覆盖着木棍底部 使她牢牢地固定住 接着 女人不顾丈夫的反对 从身后一点一点将她抱起 夹在木棍上撑住 随后扶着她慢慢前进 一边走 一边不断地安慰说 不要放弃 然而 没走多久 丈夫就坚持不住了 腿部的伤口 时不时传来阵阵刺痛 让她难以行走 女人注意到丈夫的不舒服 急忙把她放下 随后解开包扎在 丈夫腿部的纱布 虽然早有预料 可她还是被已经化弄的 伤口吓得不轻 而再不及时处理 丈夫就算不被渴死 也会因伤口感染而死 可是 在荒无人烟的大峡谷 连一滴干净的水 都很难找到 女人只好撕下一圈衣服 撞着胆子 为丈夫进行简单的包扎 她的动作非常小心 一边包扎 一边观察丈夫的反应 生怕动作太大 让她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包扎完毕 女人累得筋疲力尽 刚想躺在丈夫身边休息一会儿 却突然听到一阵淒利狼嚎 她的心顿时提到了总字眼 急忙把丈夫扶起来 转身去捡地上的匕首 可丈夫实在太过虚弱 用一条腿根本站不住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女人心疼得要死 急忙查看丈夫的情况 可这么一耽搁 野狼已经近在咫尺 她立刻站起身 拉住丈夫的双手 想做最后尝试 可伤口感染 加上长时间的缺水 让丈夫高烧不止 陷入了昏迷 根本拉不动 眼看野狼已经跑到面前 女人毫不犹豫地 从地上捡起匕首 把丈夫挡在身后 独自一人与野狼对峙 摆出凶狠的姿态不停大好 希望把野狼再次吓退 然而野狼的目标 昏迷的丈夫丝毫没有反应 被野狼越拖越远 幸好女人反应及时 冲到丈夫身边 把野狼赶走 接着又试图唤醒丈夫 想要带她离开 可是喊了很久 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让女人更加绝望的是 当她环顾四周 赫然发现 他们已经被几十头野狼 团团包围 想要逃出去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在如此绝境下 女人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自己与丈夫结婚时的甜蜜景象 可当时有多甜蜜 她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有多痛苦 为了让丈夫不被野狼活活啃食 女人强忍着悲痛 用双手捂住她的口鼻 想让她早点解脱 如此壮烈的举动 看待了周围虎视眈眈的野狼们 他们全都愣在原地 不敢上前 随着呼吸逐渐困难 丈夫的身体开始抽搐 女人的心 也随之开始痛苦地颤抖 她无比想要松开双手 可是一想到 丈夫这一路上遭受的苦难 女人实在不想让她 再经历一次 被野狼活着吃掉的痛苦 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舍与悲痛 逼迫自己加重手上的力气 直到她的身体慢慢变静 再也没了动静 确认丈夫死后 女人颤抖着松开双手 放声大哭 丝毫不在意 四周的野狼已经慢慢逼紧 她心如死灰 只想尽快跟上丈夫的步伐 完全没有心思再抵抗 然而 命运却和女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在她即将被狼群撕碎的前一秒 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 一架洁白的救援直升机 平空出现 在女人的头顶寒雪 狼群们被飞机吓得四散逃窜 刚才还九死一生的场景 在飞机落地时 顿时变得无比安全 如此荒诞的一幕 让女人杀死丈夫的决定 显得是那么可笑 在救援人员急切的目光里 已经彻底崩溃的女人摊坐在地上 像个屋住的孩子一样哭好 悲痛的哭声 在这片荒凉的峡谷中回荡 久久不能消散